南韓鐵路工會罷工進入第十四日 罷工工人與警方發生瘁體衝突 有超過100名工會成員被警察以妨礙執行公務為理由帶走 當地警方在星期日闖入工會總部所在的大樓 拘捕了不服從法庭傳換的鐵路工會負責人 在政府宣布將成立南韓高鐵子公司後 鐵路工人因為擔心該公司會被出售給民間部門而開始罷工 在星期日政府方面再次強調不會有任何民間資本參與南韓高鐵子公司 鐵路工會之責政府企圖進行文化毫無根據